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大家的观点 看看台湾在市场权重上的表现如何超乎预期 台积电 TSMC 市值达到7480亿美元 超过了台湾的GDP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慧 AI 带动的市场狂潮 台湾的股票销售和可转换债券交易激增 市场权重有望超越中国 这一切都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发生 尽管有资本外流和全球市场动荡 台湾在 MSCI 全球指数和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仍在上升 这代表了一种结构性的上升趋势 重新激发了全球对台湾上市公司的需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今晚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篇由 Reuters Breaking Views 发表的文章 标题为 台湾在市场权重上表现超乎预期 这篇文章深入分析了台湾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突出表现 特别是其股票和可转换债券交易的激增 以及其市场权重有可能超越中国的情况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详细复述这篇文章的内容 并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论 文章首先指出 台湾的股票销售和可转换债券交易在近期表现异常出色 这主要归功于台积电 TSMC 的强劲表现 台积电市值已达7480亿美元 竟然超过了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其股价在今年上涨了近60% 在 MSCI 台湾指数中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权重 除了台积电 像鸿海精密工业 Honghai Precision Industry 这样的公司也从人工智能 AI 驱动的市场狂潮中受益匪浅 其股价今年上涨了62% 在指数中的权重为5% 这一趋势显示实际利润战胜了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根据高盛编制的两岸风险指数 提到台海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文章数量接近历史高点 这与中国舰队的海空活动有一定关联 尽管如此 市场的强劲表现依然吸引了大量投资者 然而 市场动荡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一些外资撤离 台湾外汇管理机构报告称 7月份外汇储备减少了16亿美元 主要原因是资本外流 最近的全球市场 抛售潮可能促使更多外国交易员选择套现 即便如此 台湾在MSCI全球指数和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不断上升 显示出一种结构性的上升趋势 在这两个指数中 台湾的权重分别达到了2%和19.4% 这不仅是历史新高 还接近了中国的2.6%和25.1%的分配 部分原因是中国股票权重受到缺乏对冲工具的限制 而银行家们表示 台北市场的狂潮重新激发了全球对台湾上市公司的需求 根据Dealogic的数据 今年台湾的股票和可转换债券销售额超过了60亿美元 一位华尔街银行亚太区银行业负责人指出 买家范围从全球长期投资者到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 体现了市场对台湾股票的巨大需求 台湾市场的强劲表现对亚洲银行家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尽管台湾市场的基础规模较小 但这似乎并不影响投资者的兴趣 接下来 让我们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和评论这一现象 首先 从经济角度来看 台积电的表现异常亮眼 推动了整个台湾市场的上升 台积电作为全球半导体制造的领导者 其技术和市场份额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 对高性能芯片的需求激增 这使得台积电的业务量和市值得以飞速增长 台积电的成功不仅提升了台湾的经济地位 也激发了其他高科技公司的成长 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尽管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但国际投资者似乎更加关注实际利润 而非潜在风险 地缘政治风险指数的上升 并没有阻止投资者对台湾市场的兴趣 这表明市场的理性成分在发挥作用 投资者更看重的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前景 而不是短期的地缘政治动荡 从金融市场的结构角度来看 台湾在全球和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不断增加 这不仅是对其经济实力的认可 也是市场结构调整的结果 中国市场的某些限制 如缺乏有效的对冲工具 使得投资者在配置资产时 更倾向于选择台湾市场的股票 这一趋势可能会在未来继续 因为市场结构性的变化往往具有较强的持续性 从投资者行为角度来看 台湾市场的表现吸引了更多的全球投资者 无论是长期的机构投资者还是短期的对冲基金 这表明全球市场对台湾的信心正在增强 华尔街银行的积极参与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 对金融机构来说 台湾市场的繁荣为 他们提供了新的业务机会 尤其是在亚洲其他市场相对低迷的情况下 然而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潜在的风险 资本外流和外汇储备的减少 显示出部分投资者对市场动荡的担忧 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时 可能会对台湾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台湾市场的基础规模较小 这意味着市场波动可能会更加剧烈 总的来说 台湾在全球市场中的表现确实令人瞩目 其股票和可转换债券交易的激增 反映了市场对台湾经济的信心 台积电的成功 不仅提升了台湾的经济地位 也为其他高科技公司树立了榜样 尽管地缘政治风险依然存在 但市场的理性和对实际利润的追求 使得台湾在全球金融市场中 占据了重要一席之地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这一现象的后续发展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诸位 台湾在市场权重上的表现 无疑是亚洲金融界的一大亮点 首先 台积电的市值超过台湾GDP 堪比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奇迹 这块磐石在科技股市中屹立不到 是我们的骄傲 台积电今年股价上涨了60% 这可是更甚于亚历山大大地 征服亚洲的速度 这证明了人工智慧在市场中的魔力 让我们在全球指数中的比重节节攀升 根据Dealogic数据 今年台湾股票和可转换债券销售额超过60亿美元 这可是金融界的大新闻 台湾市场的结构性上升 让我们在MSCI全球指数中的权重达到2% 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 哈哈 楚天书 你讲得好像台湾是金融界的救市主一样 没错 台积电的市值确实惊人 但台湾的市场基础规模还是个小池塘 就像一个人拿着大号放大镜看昆虫一样 市值超过GDP确实惊人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投资者都会一拥而上 高盛的两岸风险指数显示 地缘政治风险接近历史高点 这就像罗马帝国的末期 外有敌人内有动荡 随时可能崩盘 再说了外汇储备减少16亿美元 这可是资本外流的明显信号 外国交易员还可能套现走人呢 琪琪 你这话有点过于悲观了吧 台北市场的狂潮可是全球投资者的福音 就像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 每个人都想一堵风采 尽管地缘政治风险逼近 但利润才是金融市场的王道 台积电和鸿海精密工业这些公司股价上涨 让投资者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回报 你说的资本外流只是短暂现象 我们的外汇储备可是稳中有声 更何况台湾在MSCI全球指数中的权重达到2% 这可是接近中国的水平 咱们的未来可期 楚天说你这是盲目乐观 台湾市场就像一个不稳定的火山 随时可能爆发 虽然台积电和鸿海股价上涨 但这只是暂时的狂欢 可能随时变成金融市场的希腊悲剧 高盛的风险指数可不是闹着玩的 地缘政治风险就像达摩克利斯之鉴 高悬在我们头上 你说的外汇储备稳中有声 事实上7月份已经减少了16亿美元 这可不是小数目 全球抛售潮一来 台湾这个小市场可是经不起风浪的 咱们还是脚踏实地 小心使得万年船 齐齐 你对前景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认为我们应该看到更为积极的一面 金融市场本来就是风云变幻的 台湾有这么多优质的科技公司 这就像拥有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 台积电和鸿海的成功不是偶然 而是我们科技实力的体现 Dealogic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台湾股票和可转换债券销售额超过60亿美元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未来我们在MSCI全球指数中的权重可能会超过中国 这对于吸引全球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 楚天书 你这种乐观的态度确实让人佩服 但我们不能忽视现实问题 你说台湾是场向无坚不摧的军队 但别忘了战争中最强大的攻击往往来自内部 地缘政治风险和资本外流就像特洛伊木马 随时可能破坏我们的基础 台湾在MSCI全球指数中的权重上升确实是好事 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暴露在更多的市场风险中 现实是一旦国际局势变化 我们的市场很可能受到重创 与其盲目乐观 还不如脚踏实地 稳步前行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